香港新冠肺炎单日确诊数连续12天破败 医管局表示敷压病床使用率已达到77% 敷压病房使用率达到80% 对此香港公立医院急症科医生蔡振兴告诉记者 这个数字已经是上线 所以虽然有数目在这里 第二就是我们不可能是去到100% 因为我们的病人要轮转 有人出院之后那间房间是要再清洁、消毒 它是要有这些空荡的时间 其实当你听到负压病房、负压病床 死亡率达到80% 其实已经去到顶了 就是已经是没办法可以转到身了 所以其实已经是用到尽了 蔡振兴呼吁尽快落实新的解决方法 例如及时将情况稳定 有自理能力的确诊患者 转至亚伯管等二线病床接受观察治疗 同时加紧增设更多院前院后病床 以保障急需者及时入院 蔡振兴说 因第三波疫情造成一定程度恐慌 不少市民前往公立医院及政科要求检测打乱工作秩序 他呼吁病症轻微人士去政府门诊或私家医院接受检测 同时提醒市民特区政府对大众检测需求 以作出相应安排 我见政府也有做到一些动作 最近在这么多区的门诊 都有一些早上7点至8点半都会派一些准诊给市民 这是一个志愿性质 让市民大众没有病征 他们担心自己有病征 都可以有一个免费的检测 另外其实有一些已经成功了 例如一些的士司机、兽巴司机、公共运输工具的从业员 让他们有一个免费的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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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